我們現在上了巴士 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就會去到Segoria 西班牙 一個距離香港一萬五千公里的國家 擁有全世界最美麗的建築 極古老的歷史古蹟 這個位處地中海的國家 食物真的超棒超好吃 來到西班牙 怎可以不看一場西甲 來歐洲買名牌 就指定動作 今集我們來到一個包含古文明智慧 又有童話色彩 還有很多美食的古城 亦都是我最喜歡的蔡哥維亞 首先當然要說一下怎樣去蔡哥維亞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就是先搭Matchel 3號線去到Montgrower站 現在搭去這個站 很快 有計算地鐵站出閘後 就過來這裡 來到這裡很清晰地看到這個紫色 寫著Sangoria的指示牌 我們跟著指示牌的箭咀方向走 一直走到尾 就會見到售賣Sangoria巴士車票的售票署 可以見到由馬德里去蔡哥維亞的巴士班車 是非常頻密的 所以即場買票絕對沒有問題 而每程車的車費只是4.6歐 可以用Apple Pay付錢 現在還有半個小時 我們就在這間咖啡店 買了兩個咖啡店 好好的 會幫我們焗熱 我吃過早餐就準備出發了 乘坐巴士 就乘坐這條電梯上去 就是這裡 就是那個停車位 買車的時候 職員已經告訴我們 是9號巴士站 指示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準備了巴士 我都很清楚寫著Sangoria 我們現在上了巴士了 大概1小時20分鐘便會去到Sangoria 我現在睡覺了 我們就在這個巴士站下車 根據這個指示 我們走到水道條 只有7分鐘而已 嘩 這裡多安全 看看完全背後面 跟著Google Map的方向走 很快已經看到那條水道橋了 其實好像都沒有走了7分鐘 看我們後面就已經是這個水道橋 但現在實在太早了 只是11點鐘而已 我們決定先去塞哥維亞城堡 再回來看水道橋 20分鐘左右 今天天氣很好 就是要周圍走 都覺得很舒服 在塞哥維亞遊走 就好像坐了時光機 回到2000年前羅馬統治的時期 會見到很多很有特色的古建築 像這個聖馬丁教堂 還有這座 塞哥維亞主教堂 這個哥德式的教堂 真是非常吸精 教堂的鐘樓更加高達88公尺 是全西班牙最高的鐘樓 帶來行程的尾聲 去參觀教堂真是有疲勞症 都是拍一下想算 相信我們跟著戲的塞哥維亞城堡 一定很受日本遊客歡迎 只有它的指示牌是有日文的 白雪公主城堡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穿過這裡 很有Harry Potter 感覺的城門 就進入了城堡的範圍 在我身後面這個就是 塞哥維亞城堡 有沒有刺塵相識的感覺 和很夢幻的感覺 傳聞這個迪士尼 都是參考這個塞哥維亞城堡 他興建這個白雪公主城堡 現在就跟著指示牌的方向走 去買入場票 買ticket的地方都挺漂亮的 原來 參觀皇宮和博物館的門票 就是7歐羅 如果10歐羅就可以看上塔樓 我們就買了7歐羅的門票 你看 將入場券都挺漂亮 這座中世紀的城堡 始建於12世紀羅馬統治時期 期間經歷過不同王朝的統治 而修建改造過 直到1985年 近被聯合國教科文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這座城堡 是我遊歷歐洲以來 最喜歡的一座城堡 因為它的外形 還有內部的裝修 都好像我和年時看的 童話故事書的城堡一模一樣 感覺真的很夢幻 來到天台的位置 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像跳進去 本童話故事書一樣 這個城堡很有黑魔後感覺 還可以在這裏看完整個 塞哥維亞城的景觀 真的不想說太多 很想在這裏慢慢感受做公主 其實是公女的感覺 離開了天台 就會去到兵器庫 這裏的士兵規格 真的和我看童話故事一樣 蕭先生說一定要和這三支炮合照 因為他說男人最重要就是一支炮 來到這麽有名的景點 怎會沒有這些吸你水的紀念品店 最後來到這個王家炮兵博物館參觀 原來除了拿破崙 其他西班牙國王都是穿這套衣服 離開了城堡 我們向著水稻橋的方向回去 沿途都有不少特色的小店 經過這間甜品店 一定會留下深刻印象 因為很香雲呢拿味 這裏有一間專賣素膠鴨鴨店 密集式恐懼 好多鴨 很有趣 自由神掌鴨鴨 挺有趣 恐龍挺有趣 這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這裏就是其中一個景點 剁木之駕 純粹是因為門口 牆上有一些尖角 回到水稻橋的位置 已經是下午1時 我們就來到水稻橋旁邊這間 百年古店吃午餐 塞哥維亞食酵乳豬的餐廳很多 但這間是塞哥維亞第一間 始於1905年 已經超過一百年歷史了 所以你看幾多名人來光顧 斯朗都來過 這裏 我們就比安是在三樓的座位 真的很喜歡這裏 這麼傳統的裝修 很有感覺 剛才我們來到的時候 這裏的第三代傳人 都有出來跟我們握手 還送上這本親筆簽名的小紮紙給我們 來到就一定是吃烤乳豬了 不過我都揀下菜單 看看有沒有其他菜式可以蘸 蘸了菜之後 就會送上門人一個餐包 一看就知道包硬滑滑 還要是冷的 還要它剛才是用手拿給我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吃 不要浪費了胃的補充 飲品方面 我們就點了一瓶汽水和一瓶水 特地來這裏吃就是吃乳豬了 其實這裏有很多間乳豬店 不過這間是歷史最悠久 我們就預約了這間 稍後他說會有一個切乳豬的鬍 很期待 我讓我切個豬給大家看看 對呀 嗅嗅聲的 皮也挺薄的 好 切了 我切的時候 豬肉的肉很軟 先試肉 這間我看了很多留言 很壞餐盤 有些說豬肉很鬍 我就吃到不鬍 感覺像煲完湯的豬肉 但我覺得很好吃 很軟 而且它的調味是我喜歡的 不會太鹹 肉質又多汁 先試皮 最喜歡吃乳豬皮 很脆 好像吃薯片一樣 我覺得蠻好吃 真心的 另外我們都點了一個煮雜菜 強烈建議千萬不要碰 看到煮到黃曬 就掉到口感很差 還要用醋來調味 一定不適合亞洲人口味 期待已久的主角 乳豬出場 賣單才發現 剛才又凍又硬的包 原來收了個三歐羅 不過它們的名牌 又挺好吃的 建議大家來到 點一份乳豬 就是點一杯飲料 以朝鮮看表演的心態 你就會吃得很開心 我們身後面這條 就是羅馬水道橋 為什麼羅馬要建水道橋呢 因為羅馬人對喝的水質 非常注重 他們是不喝湖水 因為是死水 他們要喝山泉水 所以他們在這座水道橋 將山上水引來民居飲用 他們很厲害 他們經過精密的計算 水流下來的時候 不會流得太快 可以令到沙石沉澱 但又不能流得太慢 即水令到水道橋有損毀 所以是很偉大的工程 而這座水道橋 是現時保存得最好的 其中一座水道橋 我們現在走上樓梯 可以另一個角度看水道橋 想不到二千年前的人類 已經有這麼高深的智慧 很大型機器的輔助之下 都可以做出這麼大規模的建築 還有這麼精密的計算 參觀完水道橋 已經到了三點三下午茶時間 我們就來到這間 在塞哥維亞都挺有名的cafe 因為這間店 除了有一般西式甜品蛋糕賣之外 也有塞哥維亞傳統的特色甜品 一般西式甜品 我們來嘗試蔡哥維亞 一個比較獨特的甜品 檸檬卡 順便我們點了一杯 Ice Americano 發現為何都是這樣的杯 其實是比較冰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千層蛋糕 嘗試它的檸檬卡 裡面是凍冰冰的 好像有點沙糖的汁 沒有什麼味道 甜的麵粉 對 甜的麵粉 好啦 先嘗試 然後我們來嘗試這個 巧克力千層蛋糕 OK 普通的巧克力蛋糕的味道 我們吃了兩件蛋糕 一杯夜飲 買單八個二歐羅 原本我們買了六點鐘的車票回馬德里 但現在四點鐘左右 都已經玩得七七八八了 我們就改早點巴士回馬德里 回馬德里 真是孝婆守不了 心癢癢 接著我們就搭Metro 這個叫Serena 為甚麼呢 因為這裡是明天街 這個區域就像巴塞隆拿的感恩大道 或者香港的廣東道感 有很多知名的名牌 高級品牌有MiuMiu Prada LV BV 還有甚麼牌子呢 大家來到這裡再慢慢探索 其他店我們就沒有入 因為我們這次目標為本 直接就衝去Montcare 誰叫在巴塞隆口 進不了手 調氣不順 就來專門店再看看 又買了東西呀 買完東西還可以順便去對面英國公百貨 搞退稅 退稅我另一集才說 既然進來英國公百貨公司 順便去他們的超級市場 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買回去做手信 送給家人和朋友 這個牌子是西班牙的牌子 這裏有獨立包裝 有5.25元的歐羅 喜歡找到傳說中的無花果巧克力 這裏就是貼買手信 天然的薑蘋果好像挺好喝的 其實它最有名的是 楊金谷蜜糖那種 是找不到的 一千或一千 因為被人掃光了 仍然很積極購買茶葉 買巧克力 看看它 今天舒舒服 近近一點 就在我們住的酒店 Hardwark Hotel 這裡吃它的Hardwark Cafe 我們點了兩杯Motel 還有一個沙羅 還有一個Burger 這裡環境都挺舒服的 後面還有音樂會 可以聽聽阿哥 感覺很輕鬆 這裡有點涼風吹 有些涼風吹 很棒 乾杯 這間餐廳的食物都可以 中規中矩 它們的Burger 芝士也很多 漢堡扒還可以選熟的程度 花扒都幾juicy 鹽味道都OK 不過包就濕了少少 而它們的Scissor salad 賣相都挺漂亮 而且還有很多芝士 羅馬山菜都爽脆新鮮 而它們這裡就用了炸雞 取代了Bacon 這間餐廳食物味道正正常常環境 寬敞 價錢又合理 如果想不到去哪裡吃 不來這裡吃都是不錯的選擇 下一集來到西班牙之旅的最後一天 我們來到銀行艦隊 王家馬德里的主場 巴蘭貝球場朝聖 還會來到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 普拉多博物館 西班牙多名畫家 大家都知道 北加索你一定聽過了吧 下集就告訴大家 怎樣可以免費入場看它們的增跡 來到旅程最後一晚的晚餐 等於要吃好一點 這間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真的很好吃 想知道是哪間餐廳 記住留意下一集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 記得按鈴鐺 不要錯過任何一集